很多人覺得川普好像當選以後 對美國股市就是一大災難 為什麼有關稅戰的問題 有大量減稅所造成接下來 債務膨脹的問題 可是按照我們過往的歷史經驗 來進行回測 你會發現過往來看 通常反而是在選前 VIC指數 也就是市場的避險情緒 會有慣性走升 反而在選後的未來6個月 恐慌指數都掉下來了 那說明什麼事情 說明了市場害怕的 並不是誰當選之後產生什麼後果 大家擔心的事情是 不知道誰會當選 所以不知道該先買到窮 還是先該買廢辦 那現在確定了 已經是川普當選以後 避險情緒下滑 帶動的就是標普拜指數 未來的走高 為什麼大家對於他的第二任期 會有這麼高度的樂觀期待 如果從體感溫度來看的話 那當然是如此 為什麼這麼說 你有時候 你看前幾個月我去美西 去舊金山 去西雅圖 其實你去Downtown 你就已經看得出來 整個社會的氛圍已經改變 聽說很多喪失是不是 這當然是吸毒問題 非法移民問題 以及相關左派政策 在零元共底下 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真正會受到衝擊的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 真實我們看到 市場之所以在川普之後 有非常顯著的資金炒作 他的概念是 認為川普會讓製造業回流 其實從16年以後 每一年 海外到美國設廠的投資金額 就沒有減少 拜登也沒有取消在川普任期內 客取的關稅 所以資金從過去8年來看 一直都在回流 所以市場真正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是台股 擔心的是歐洲股市 雖然我們接下來對美國股市 有一股樂觀的期待 但是不代表它的樂觀 可以完全的反映在 所有其他全球股市身上 再來探討的是 對於台灣市場的影響 這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的確啦 外資每一次 期貨進空單的大幅增加 都跟台灣地緣政治 是有一點關係的 就說明地緣政治的確形成 外資的賣壓 可是台股還是從當時的8000.1 如果漲到現在 那只能說明 內資硬是幹過了外資 川普的真正主持 很多人沒有看懂 好像以為關稅戰的目的是 為了克取關稅 好像美國政府需要那樣的關稅 但其實關稅本身並不是重點 短線上當然市場的波動會加大 可是長線來看 從20年以後 我們就一直跟投資朋友提到 現在影響台北股市創高的 取決於內資 取決於ETF的買盤 而內資取決於什麼 內資取決於國內有沒有錢 有沒有超額儲蓄 那超額儲蓄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出口值高不高 我們的景氣好不好 對 那最後就得出一個結論了 你很聰明 那就是我們的景氣好 內資的買盤就會跟上 買的錢就不會停 那這個時候 台北股市就會繼續創新高 以前我們經常開玩笑 這個藍燈買股票 紅燈賣股票 很多 通常是紅燈數鈔票 你慢慢享受人生 那又有另外一種講法 藍燈區買股票 紅燈區花鈔票 就是在高位的時候 適時的犒賞一下自己 的確現在這個階段 你也不太適合大舉all in 為什麼 你景氣 你故意在景氣高點all in 你的成本價 當然比景氣低點高得多 所以我們只能說 你可能會有未來一整年的 牛市行金可以期待 但是很抱歉 迎來下一輪的 三到四年的 庫存回調的時候 很有可能還是會有部分的受傷 所以建議 要嘛就是資金不要投入太多 要嘛就是做好自己的股材配置 這個債券價格 真的是在今年投資人當中 尤其是常債 的確是受傷最為嚴重的一項資產 就很多人以為 你在過去一年來 可能他以為他超到了地板 想不到還有地窖 超到了地窖 結果想不到還有地域 我終於超到地域了 想不到地域還有18成 天啊 理財必修課 致富線上這一課 記得要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 每一堂最精彩的必修課 按讚 按讚 按讚